各位早晨! 今天和大家研究兩件事 昨日港股恒生指數反彈得不錯 我們研究第一件事 究竟這個反彈完了未? 如果未完的會升到多少? 第二件事就是 如果反彈完了 它向下跌又會跌到多少? 我們嘗試用波浪理論去計算一下目標 記得在4月29日 恒生指數在24855 跌到5月4日的23585 暫時看到高位是昨日 反彈到24235 我把這些數輸入之後 高位跌到低位 如果反彈 0.5倍 就是24220 即是已經到了 0.61倍是24370 0.618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關口 如果它站在上面 恒生指數很大機會 是升到24855前方 穿不穿 到時再看 不過 如果它在昨日高位 24235已經看到頂 我們可以計算到 假設 分圖看 反彈 為了 反彈 A B C 跌跌 如果A 和C 等長 將會跌到幾多? 是 22 9 65 我們假設等長 22 9 65 2 2 但如果反弹率到0.618的位置, 我们试试把它改成0.618的位置, Enter,等长的话,将会跌到23100。 另一个计算方法是由3月19日低位以139起, 升到4月29日24855, 回落多少呢? 这次我们就这样计算了, 由低位改成21139, 我们立即计算到, 回落的位置, 如果是0.382的话, 就是23436, 如果是0.5倍的话, 是23997, 如果要跌到0.618, 就是22559, 应该非常清楚了, 大家对港股短期的走势。 就是32559,